1月21日晚上9点9分 园区在微信群里面通知 说小区封闭管理 足不出户 可以服务上门 这就意味着园区内 3000多人的生活运转成了难题 而更艰难的是 对小区情况比较熟悉的 辽大北社区工作人员 也需要采取隔离措施 面对突发的状况 谁来保障小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呢 第一时间来自于沈阳黄谷区 其他街道的社会工作者 主动请站 迅速冲到了一线 临时组成了辽大北社区工作组 同时志愿者也是迅速来到了这里支援 鉴赏欧洲小区 是辽大北社区病例人员最多的小区 小区里边谁家空巢 谁家失毒 谁家有重病人 谁家平时需要社区格外关照和多家照顾的 这些情况都需要临时工作组的工作人员重新摸牌 但是咱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在进入社区的第一时间 临时工作组的党委会代理书记张艺 就带领新组建的社区工作队伍对照护装图对辖区内 住核酸检测等等既定的工作 还要忙着给园区的居民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送米送菜买水买药等等 这每天晚上十点半以后 还要对园区内各个点位加密巡查 凌晨一点左右再开工作会 对一天的工作进行总结 对第二天的工作进行部署 遇到特殊情况 通宵不睡也是常有的事 这十天下来 大白们几乎很少休息 社区工作原本就繁琐复杂 小区里有老人不会用手机买菜 那工作人员就得帮助他们在线上下单 还有居民需要联系亲属去医院买药 工作人员要负责对接 包括很多被集中隔离的居民 担心家里的宠物没人照顾 工作人员要抽时间去帮忙喂食 这大白们说一定要离居民近一些 要尽量满足居民的诉求 尽最大的可能照顾好居民的生活 这样居民们会更好的配合工作 社区工作才会更好做 成为一个良性循环 保证大家生活便利的前提 就是志愿者们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一张拍摄于3月28号下午3点钟的照片 让人心疼 十多个志愿者 有的坐在街边的石头长椅上 有的是站起来端起盒饭就吃 那天石阳的风特别的大 盒饭也许已经凉了 但是志愿者们顾不上这些 仍然吃得很快 吃得很香 29号晚上 建设欧洲小区门前的广场商 仍然在冒雨作业 他们紧急搭建集装箱 用来放置物资 以及供大家休息使用 至于小区日常所需的物品 由街道社区负责组织社区的工作者 志愿者下沉党员干部 以无接触的方式配送到 居民家的门口 那目前的配送物资支援者 共110人 物资运送车40车次 一楼一管家 保证居民生活需求得到满足 小区里的居民说 说大白在心里就敞亮了 少给他们添乱 尽等疫情散去 只要咱们齐心协力 众志成城 互相体谅 互相配合 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加油 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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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